立正 請勒 請坐 我們早上來談 今天的話題是 美國的基本精神 這個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談 並不是光有一個角度 但是對我們這個 對我們這個議題來講 很多人聽到 我們這樣的議題 然後看到我們用 這個美國棋子 把它升起來 很多人第一個想法是說 台灣要變成美國的 第51州 是不是這樣 很多人馬上有這個 有這個想法 其實這個不是我們講的 我們從來沒有 沒有想說台灣變成 美國的一州 也有人說 那你主張 台灣為美國的一部分 那嚴格來說也不是 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主張 所以 要談 美國的基本精神 其實也是要好好地探討 到底 我們這個團體在做什麼 對不對 嗯 嗯 可惜很多人 在判斷很多事情 他沒有做 一個合理的比較 對不對 他沒有用 一些經驗法則 來談事情 他就是隨便 腦子跳到那裡去 他就認為 這樣的主張 這樣的說法是合理的 所以 我們在談 我們這個議題的時候 也不能這樣做 我們必須基於 一些國際上的慣例 我們必須基於一些 國際法這樣 那坦白說在台灣大家都 不習慣這樣的思考 我們每天打開報紙 人家就說 喔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這樣這樣這樣 你問他說 你這個邏輯是怎麼來的 他說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喔 但是 我們談這些國際事務 也不能這樣談 你看我們舉一個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也是 歷史上常常聽到的 那就是 羅斯福 譬如 江介石 秋吉兒 在開羅 做了什麼 他好像辦了一場下午茶 是不是 他們在那裡 開個小會 那個照片 羅斯福坐在那裡 很壯觀 阿江介石在旁邊 為什麼他這樣有態度 因為他們講英文他聽不懂 阿 大家說 他們 這個會議出來以後 他們 已經 對戰後處理 台灣 澎湖 已經有個決議 設要回給 叫這個領土回給中國 這是他們當時寫的承諾 那 我們稍微分析的結果 我們發覺說 這個 怎麼說 不是一個承諾 OK 為什麼他不是一個承諾 那很簡單嘛 你用你自己的經驗來想想看 你跟我說 你說 何先生 你說樓下 那個病室是我的 那個新的一個病室 那我很喜歡你 我就不要把這個病室給你 這是一種情形 另一個情形是 走到那個 露台那邊說 欸你看 那邊有個病室 很漂亮 欸何先生 我很喜歡你 我要給你 我說 哇好棒啊 回去兩個禮拜後 我說我的病室呢 阿你就說 我 這個事情 我 有一點淡忘了 我說什麼 你承諾給我一個病室 你現在返回啊 我告你啊 啊我去告 我會贏還是會輸啊 我當然 我當然會輸啊 那個病室不是你的 你隨便講什麼風話也要給我 這有什麼效率嗎 當時 開羅下午茶會議的時候 台灣屬於邪的 是屬於聯軍的嗎 當時沒有一個聯軍在台灣的土地上 當時那是日本的祖傳領土 喔那很好 我答應你 給你別人的東西 這個叫做承諾嗎 No 這個不是承諾 怎麼說不是承諾 那這個 如果你認為是很細的一個分別 但是問題是 我們看那個國際食物 那個細的分別是 關鍵所在 所以這個又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談得很細 談得很明確 不要談得很籠統 不要談得很籠統 所以實際上 那是一個什麼 那是一個構想 那是一個idea 那是一個意向表達 它不是一個承諾 怎麼解釋 就不是一個承諾 因為那個東西 不是他們的 不是他們可以 當場不是他們可以做一個處分的 當場不是他們可以 只會說這個 處理這個結果的 只能說 我們有什麼一個想法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今天報紙上 又有 某一個 一個 社會上一個大人物 上一屆大人物 不是爬山 摔死了 那 這個叫做什麼 萬一我上個禮拜 我已經給他答應了 我這邊有一個很大的公司 我要給你股份 我要給你 什麼什麼 我這個 廠房要過戶給你 我什麼什麼什麼 那現在他的 他的配偶 他的兒子就過來說 你要履行 這個承諾啊 這個時候我就說 那事情 都已經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我可以不履行 這樣的一個承諾 連一個承諾可以 在法律上不履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事情的變化 當初 在跟 蔣介石談台灣的時候 在談這個戰後處理的時候 他的地位是什麼 他在中國那邊是 最高的一個地位 等到寫和平條約的時候 他已經被另一個團體 掃出門了 他已經不在他的本國裡面 他跑到台灣 啊台灣那個時候是屬於誰的 還是屬於日本的 法理上還是屬於日本的 那現在你要我履行什麼 那你自己的身份不在啊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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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律上可以說 No 我不履行 所以這個種種理由 更何況 最簡單的理由 登到和平條約 那些 簽署 生效 以前所談的 那些 什麼文件啊 什麼意象書啊 那個 投降書 那些全部 已經被超越了 全部被超越了 所以 這也是美國談的 基本精神或是什麼 看清楚我們在談什麼 把順序弄清楚對不對 你要把順序弄清楚 怎麼會 和平條約都生效了 你還在談 以前的東西 啊你還在主張 以前的東西 還可以超越和平條約 很好笑吧 這個是基本的一個法理結構都沒有 基本的一個法理思考都沒有 所以 我想我們處理事情 我們要學習處理的 非常的明確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像 所有傳這個事情 好像很多人 在談到台灣議題的時候 很多人就 認為所有傳好像是一個 很模糊的觀念 我跟他說為什麼模糊 那邊有一塊地 是你的不是你的 怎麼會模糊你 是清清楚楚的 我們可以去地政單位 我們可以查 我們可以證明 那土地不是你的 為什麼模糊 那我請問你 如果這個地不清楚 你去霸佔60年 那你再去地政司 你問他說 這個土地現在是我的嗎 你看他怎麼回答 他說沒有登記沒有文件 他說沒有登記沒有文件 這是 相關單位沒有把你趕走而已 並不表示 那是你的 那我們這個理由用在台灣 他們就會說 喔我們已經在這裡60年 當然已經合法了 我們回答說 NO 文件拿出來啊 用哪一個文件說這個是你的 沒有的話 那就不是啊 所以所有傳也是可以弄得很清楚 怎麼會不清楚呢 還有 沒有 所有傳是 對這個所謂 國家 或是一個領土 這個所有傳是屬於誰的嗎 這個我們 常常在打開 比較 有的時候 然後 會 有一些文章 比較接近我們的論述 比較 支持我們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的論述 就自由時報嘛 啊自由時報呢 他講到差不多一半 他還是卡在一個地方 他每一次 看到台灣 他就卡在這個地方 他就說 日本放棄台灣 沒有指定給誰 在國際法上 台灣是屬於台灣人民的 我每次要問他 你的國際法在哪裡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一個結果 一個領土 一個領土從這個國家角度 從這個國際的角度 不是屬於人的 他是屬於政府的 這個事情啊 是很容易去籌政啊 1867年 美國跟俄羅斯 在談 一個方案 當時他們 叫做大兵庫 那個時候有個大兵庫 我們今天稱為阿拉斯加 這個俄羅斯就說 我說這一塊我可以不要了 啊美國就說 那我跟你買 買什麼 賣這個領土主權 賣那個領土所有權 跟我買還要多少錢 他們談出一個價格 誰在談 這個事情 是阿拉斯加的人民 開一個大會 啊美國的人民 開一個大會來討論 No 絕對不是 是幾個政府官員在談 美國是那個國務卿啊 他自己全傳代表 不僅如此 不僅如此 他們談完了以後 決定了 俄羅斯 那天簽約生效了 好 阿拉斯加現在屬於美國的 美國怎麼宣布 如果你同意現在阿拉斯加對美國的管轄 那你就留下來 如果你不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 你有兩個選擇 接下來 這個一年多 你到當地的發言 你就算是我繼續效忠俄羅斯 第二個選擇是什麼 離開這個地方 欸很奇怪 如果這個地方是屬於人民的 怎麼會有第二個選擇呢 所以這個地方不是屬於人民的 是政府的 領土的過戶也是 是政府與政府之間 在那個 從那個國際間的角度 阿這個地方 自由事報是永遠搞不清楚 他就說 台灣屬於台灣人民 阿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什麼都可以做 對不對 阿每次要做什麼 國際社會說 不行不行不行 那我就派我的代表去 說我要進入世界衛生組織阿 這個任務沒有成功以前 不要回來 對不對 但是結果去 都是被打回票 像一個落水狗就回來 他說 我們不是國家 那問題在哪裡 你那個領土主權在哪裡 你說在你手上 證據拿出來阿 你拿不出來阿 對不對 所以 問題在這裡 那我們從 我們知道的 戰爭法的基本結構 反正他打下這個地方 他本身就是對這個地方有管轄權 所以你回到最原始的結構 沒有 美國 打下台灣 澳洲 紐西蘭 英國 有法國 俄羅斯的軍隊有沒有參與 通通沒有參與 通通沒有參與 中華民國軍隊有 為台灣發出一個火箭 派出一個飛機或是船隻 沒有 一個都沒有 從 從 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1年12月 到太平洋戰爭結束 純粹是美國在攻擊台灣 所以 日本投降 這個 這個 紅色這個旗子 拉下來了 我們今天 放在這裡做一個紀念性子 這個旗子拉下來 是誰的功勞 當然是美國的功勞 所以 就這樣子這麼簡單的一個動作 當然 美國賠掉很多船 很多飛機 還有賠掉很多人 軍人 但是這樣子 結束以後 美國對台灣就有管轄權 那管轄權 什麼時候結束 那你就要看 美國政府有就這樣的宣布嗎 沒有啊 所以為什麼台灣每次要做什麼 美國就說 喔不行 阿扁說要公投 要重新規範台灣的領土 拍捧金嗎 美國說 No 喔 不行 他說你領土 你憲法裡面領土條款 你不要動 為什麼 反正你沒有按照法理程序嗎 啊 台灣說 啊 我要進入那個國際組織 我已經是主權獨立 美國就說 No 我們不支持 而且覺得你這樣提出來是胡鬧 啊 大家都不去問為什麼 其實這個 那個 主持馬雞 探討一下 就很容易了解 他們願不願意去了解 可能不願意吧 因為這個牽涉到他們整個面子問題 所以 當初 當初 1999年 阿扁跟老宋在 在 競選嗎 那個時候 我太太就說 欸 我有朋友在觀田 我們乾脆 就去那邊玩一玩 我說好啊 我們可以去看 所以我們去 阿我去他們家 阿坐在他們家 我是 慢慢聽 他們 在家裡 到底在講什麼 他們 我們到家吃點東西 然後 那個人的家就在說 欸 你想一次多少啊 啊 你多少啊 他說你多少啊 你多少 問我太太說 他們在講什麼 他說想一次選舉 買票一個人拿多少啊 我就說 我 對不起 我隆重的宣佈 我是美國人 不要在我面前 談這些啊 啊 他們就這樣 才比較收斂一點 不要在我面前 談這些 後來 他們就 我們就開了 他們開車過去 阿扁家 那個時候 還沒有 那個是差不多 差不多7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警衛 什麼都沒有 就是到門去 敲敲門 他們這個 我們 我太太認識的那個 那個女士 她跟他們很熟 因為那些 當地人都很熟 一敲門 就這個老太太就接門 然後我們進去 喔 都是阿扁的媽媽 然後我進去 然後她有一個 她有一個弟弟 坐路比較不方便 有沒有 她也在 然後我們就坐在她的客廳 跟他們談 看她媽媽的那個眼睛 跟阿扁一樣 跟阿扁一樣 因為她桌上 有一本阿扁的 攝影機啊 我看阿扁的眼睛 她的眼睛 我說對 這個是同一個系統 就完全看得出來 跟他們談一談 後來 有去她那邊的競選辦事處 他們就說 喔 你們來我競選辦事處 我看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鄉下人 競選辦事處 也沒有一個 比較 像穿著西裝 或領帶 或是比較在辦事 都是在 都是好像鄉下人 都在開會阿 我問他們有關 什麼政策 什麼他們也 什麼都不知道 阿我跟我太太說 我覺得這個人 不應該支持阿 因為 你問 宋曲什麼事情 她都很明確的回答 咔咔咔咔 我跟她也開會很多次阿 你問她什麼 咔咔咔 有一段時間 她開始跑的時候 她就叫我去她的辦公室 跟她 阿我們就 討論什麼事情阿 整理一個英文文稿阿 她就等一下記者來 她說 那你就坐在那邊 哇 她坐下來 然後那個攝影機開始拍 哇 哇 很有把握耶 阿邊 那個團隊 都是 我看起來都是一些小孩子耶 所以我跟我太太想 你要投這樣的一個鄉下人 而且更何況 她說 你要做台灣的領導者 要有一點國際觀好不好阿 我說她有什麼國際觀阿 我問她媽媽什麼國際觀 她說 等一下我要去 那個田裡裡面 那邊有什麼 什麼什麼 他們在採什麼 塞什麼 我等一下去 我今天就可以賺三百塊 她就是在想 那個基本生活的這些道理而已阿 台灣什麼她沒有在想 哇 那個時候我們家裡就 很分裂啊 我們家裡就很非常分裂 啊 經過八年阿邊執政以後 那我太太就比較不講話 對不對 啊結果我每天跟她說 我說 那她該做的為什麼沒做 如果你說這是一個好人 這是台灣的 她該做的為什麼沒做 她應該做這個事情 應該做這個事情 對不對 應該做很多事情 對不對 為了什麼 為了把台灣 理清她的地位 和把台灣還給台灣人 阿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 你可以寫個清單 但是她就沒有 然後她不做 那今天 又回到 蔡英文在 呃 競選 總統 啊我們同樣的 那你代表民進黨 那民進黨 兩千年的時候 該做的很多事情 沒做 那你檢討的結果在哪裡 我要看 喔你都不要談 那阿邊說過 她要改 中央美國把 改掉 她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那 你這個檢討的結果在哪裡 你為什麼可以做得比阿邊好 你如果是我 你所有的競選活動 全部停下來 你先 擬出這個白筆書 為什麼阿邊不能做 你有什麼可以做 沒有你這個出來 有什麼用 所以這個是回到說 我用美國人的那個思考 我用美國人的那個分析邏輯 我看事情都不一樣 我看事情都不一樣 你看我們 我們住的那個內湖 太北內湖 我們那個社區 像 有一天 我太太的一個 一個朋友就跑來說 啊 喔 你知道昨天發生什麼嗎 我說 我們不知道 我們社區 喔 盯手中來跟我們握握手 有 我看我太太 我太太看我 那 又怎麼樣呢 她說 哇 我一定要投她的票 啊 我跟我太太說 你看這些人的知識水準 真的很低阿 我不是不認識丁手中阿 我覺得 從某一個方面她很好耶 我跟她談過很多話阿 但是問題不是 這樣子 問題是我們選賢與農 不是跟她握握手阿 阿不是她來跟我打個招呼阿 一方面你要看她的紀錄耶 在美國 國會議員 參議員那些東西 報紙手登的都是她的紀錄耶 她對女權議題她怎麼投票耶 她對環保議題怎麼投票 甚至於不 不寫她的演講內容是什麼 你自己記住她的演講內容 喔 我們要環保 欸奇怪 每次有環保議題她都投反對票耶 喔 喔女圈之上 你看對那個 性侵 加強法 她投反對票 然後隔幾天 她的秘書又告她說 摸她的屁股 欸 你看看這些東西 要看的是紀錄阿 不是看她 她來跟你握手 她來你的社區 說喔你這裡裝潢很漂亮 哇我們好有面子 這樣沒有意義耶 所以基本上 台灣這個整套的選舉文化也都是 都是非常奇怪的 非常急行的 對不對 那誰有錢去到處跑 當然是國民黨比較有錢 所以她到處跑一場一場一場的 我家裡也受這個影響 我想我們小時候 我兒子差不多 小歲三四年級阿 有一次台北市政府就 開個什麼會阿 欸我也去參加阿 阿馬英九在主持阿 後來他 看到 什麼問題 他說欸 和先生你有什麼意見 我就發表一點意見 後來等到我們走的時候 我們握握手 他也跟我兒子握握手 我兒子出來說 我跟馬英九握手 現在一個禮拜不能洗手阿 老師說的 如果跟那個名人握手 不能馬上洗 所以他也受到那種影響有沒有 崇拜英雄 那如果他從小被這樣培養 那將來他投票 就是看他跟誰握手 他跟誰打招呼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畸形的發展 你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他做事的紀錄 這個才是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週刊跟蘋果日報 做這麼多圖表的分析阿 我太太說 喔這些報紙都是八卦什麼什麼 但是我說 其實他們有一些東西可以看 我比較欣賞的是 他有一些國外新聞 他說這個事情 發生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後面會做一點 整理 收拾 他會說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台灣 你要怎麼做 我們請請某某專家 某某大學教授 他說第一個步驟是這個 我說哇這個很有教育意義阿 那既然你可以做這樣的分析 為什麼不把那個立委啊 什麼總統推出來 然後看他們 他們做事情 像曾經美國有個笑話 有一個有個眾議員 他說 所有重要的那些 呃什麼什麼法案 都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結果人家去查 那一類的法案 我忘記是哪一類 可能是 可能是 譬如說是馬路拓寬工程 或是 或是那種基本建設的那種橋樑 跟安全有關的什麼 他說所有那個重要的安全法案 都是我的名字一定寫在上面 結果查了結果是真的 他的名字在上面 他的名字在上面 後面跨虎缺席 開會的時候沒有來 所以他名字在上面沒有錯阿 阿如果你不去查證 你就不知道阿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要查證 都是要去看 不然我們要培養人家 有一種 用頭腦用智慧去做一個選擇 而不是做那種 呃就是 什麼當場很熱鬧啊 當場覺得好玩的什麼那些 其實你說什麼去什麼市場去 去掃市場 那些都不需要耶 那個全部都不需要 你要拿出來的是 一些什麼政績或是什麼 你說美國他在競選總統 他們去開一些演講會或什麼 但是他會去 當地的市場去或是什麼 這很奇怪 他應該要去的是一些什麼 他應該要去的是一些弱勢團體的一些機構阿 跟他們講說 OK我打算怎麼做 喔是去一些醫院 是去一些什麼地方 照顧一下那些人 這個才比較有意義 一般老百姓 你就用大的會場來延長 或是電視上 這樣就夠了 對不對 所以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 外國 外國人像過這樣 美國人 我們這樣過來 然後看到這樣很多的這個做法 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非常奇怪 這個將來應該是我們要有所改善 我們有改善以後 那我們可以影響 那個中國一樣 他將來應該要走上更民主更什麼的 現在世界上很多人認為台灣就很民主 但是台灣 台灣怎麼會 台灣怎麼會民主 所有的鈔票都在 那個國民黨的手中 我記得上一次馬英九在選舉 我們那個時候家裡我們有一百多台 在前兩個禮拜後什麼 你每一次轉台都是馬英九廣告 每一台都是他的廣告 而且那是形象廣告對不對 每一台都有 啊我在想 這個要花多少錢 啊民進黨有嗎 你放很多台沒有看到民進黨的廣告 為什麼 炒票啊 那你說 其實 美國也是有那種規定 台灣好像也有就是在選舉上 你可以花多少錢 但是你看他們有沒有查 他們根本沒有查 他們花這樣的錢 我看 一台一天都超過整個預算 啊他一直花一直花 啊沒有人 沒有人在 在查說 欸 這樣他花的錢過多 啊我知道台灣有一個 台灣有一個漏洞啊 以前人家跟我說的 有 我坐了計程車 也是差不多八 也是十年前 我坐了計程車 他就掛那個連戰的旗子 我就慢慢跟他聊說 你很支持連戰嗎 他說我才不支持他的 我說那你掛他的旗子 欸他說一天三百塊 我為什麼不賺 那問題是 這個三百塊是怎麼來的 他是某某 某某在台灣的企業家 他就去台北這些大的計程車行 然後他說你多少計程車 然後這個選錢的什麼一個月 啊我給你 我給你那個那個 我給你這個錢 你每一個都掛 或是 願意掛的就拿嘛 不願意掛的 OK算了 那請問這個錢算不算 連戰的競選費 他們告訴我在台灣不算 在美國算欸 那當然算 那是畫在你競選上欸 別人專的也算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這種整個 選舉的那個整個規劃就是 有漏洞擺出啊 所以你就說 喔這個團體 我專你76台的廣告 喔這個團體 我專你77台的廣告 喔這個團體我專你77台 那你所有的廣告 都是這裡專的人 我說我競選費沒有敲出 這個沒有意義 在美國你已經在監獄裡面 我告訴你 這種嚴重違反 嚴重違反宣傳的那個 所以 這種整個遊戲規則啊 也是不清楚欸 也是不好欸 這個是 從美國來回馬上看到的 所以跟我們這個 我們將來 我們在一個 軍政府下面的體系 我們要花很多年去整頓 我們必須很多年去整頓 但是基本上 世界上 就像我們林博士常說的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 把 佔領的人 跟被佔領的人 混在一起 然後再搞個選舉 沒有這樣子 你這個必須分開欸 你是外來的 你是本地的 其實選舉的 這種治理方式 這個都是本地人的 你外來的 你有一些功能 你要發揮 但是不是這樣 不是跟本地人混在一起 然後用你 最多的鈔票來壓榨他們 不是這樣 所以這兩個必須分開 必須分開到什麼程度呢 甚至於說 他們 他們 是 不能在我們民政府裡面 佔任職務欸 他不可以欸 他是外來的 你要佔什麼職務 那你回去跟胡錦濤講欸 你現在不是跟他和解嗎 那你回去跟他講欸 你說你要做什麼神主席都可以 你慢慢跟他談談啊 看你有什麼結果啊 但是在這裡 在法理上 你就沒有這個去擔任什麼職務欸 所以這個整頓的過程中啊 嗯 這個會是 令很多人不舒服 但是我們只說 我們在法理上站得住啊 我們只是抓住這個法理 那你要去哪裡 你要去告嗎 你要告哪裡 你要告聯合國嗎 他也不會收留 啊你要告國際法庭 他也不會收留 所以 不怕他們去 這樣提出 抗議 他們可以提出抗議 我想一樣 中國也會去提出抗議對不對 那你去聯合國那你提出抗議 那 那個 的合約拿出來啊 啊 中國喜歡講 因為我沒有簽署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不能影響我對台灣的主張 我想 聯合國不會這樣的解釋 因為你沒有簽署 所以你對台灣 不得有主張 很簡單 你不得有什麼主張嗎 那 那 那 伊斯利也可以說 他沒有簽署 所以台灣是他的 那 法國也可以這樣說 所以 沒有簽署 不能說是你的 好 拜拜 這個會 到這裡為止 結束了 好 中國團體 喔 你要離開聯合國 好歡迎啊 大門在那邊 你也可以走了 而且我告訴你 你走了 你絕對吃大虧 因為下一次你申請回來的時候 我要你負擔 13億人口的會費 完整的會費啊 不是像現在 給你各種優惠開發中國家 什麼什麼 No 將來你回來 完完整整 13億人口的會費 會比你現在付的費 多出幾百倍 所以他離開聯合國 他也吃不消 所以這些種種事情 我們 都是有一個準備 那在台灣 我剛開始研究這個話題說 台灣人就是 完全都是用 感情 方面的 我們在這裡 世界上應該讓我們 成為自己的國家 我說那一定 有什麼理由 如果你弄那麼久 不能做 那一定有什麼理由 啊台灣朋友就說 不合理 那我就說 那你可能要研究一些那個法理 一定有什麼地方卡住嘛 一定有什麼地方卡住啊 所以後來 我 碰過一個台大的學生 他說 他也是一樣 他說 然後 南部有一些地方 南部有一些地方 南部有一些地方是 他做成一個遊樂區 欸 不輸給六福村欸 真的不輸給六福村欸 但是問題是六福村廣告很大 這個地方 當地人知道 其他你沒有聽過 你看台灣的觀光地圖也沒寫啊 你到那個南部人家說 我帶你去玩一個地方很好玩 你去玩一天覺得 哇好棒喔 後來他帶我們去看那個董事長 我們就說 董事長你這個地方太棒了 為什麼不 多做一點廣告 他說這個地方欸 不曉得我們申請 這個合法手續好幾次 但是就是沒下來 我們申請好幾次就是沒下來 後來有個台大的學生他說 那下個禮拜我們大法官到我們那個台大演講 我問他好了 所以第二個禮拜他就問他 啊那個演講完了就問他 那個大法官馬上就說 呃可能是民法第幾條第幾條 那去查了結果 最後是什麼 工程款沒付 OK 他當初蓋裡面很多東西 他有還欠工程款 但是那個地政司有這樣的紀錄 那個不在地政司的 你地政司的紀錄是都OK的 都OK了 連地政司的人說 我不知道 就卡住欸 就不能過戶欸 那我請問美國 打下台灣 跟日本 那光台灣來講 美國損失多少飛機 損失多少人 損失多少船 這個錢夾起來 是一個龐大的債務 請問 蔣介石集團 理清了沒有 沒有理清 然後就一直喊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主權獨立 欸 奇怪就是國不了戶啊 國不了戶啊 為什麼 工程款 沒付 把這個旗子拿下來是一個工程 啊你那個錢有付嗎 所以我告訴你 你就是把整個台灣抵押 從1945年到現在那個利息啊 你也付不清欸 所以這個都是要用談判的 所以這個都是要用談判的 日本人有沒有 有沒有 處理他的 債權 用談判的 好我給你 我給你 九十九年 在九十九年的一個基地 我日本本島 我讓你放軍隊 怎麼所有的用 談判的 喔 談判一個 一套 道理出來 好 OK 啊 究竟三合併條約說什麼 承認 日本的主權 欸 這個背後是什麼 究竟三合併條約有沒有看到 承認 排棚的主權 沒有 你债權沒付欸 你沒有清 所以 這個基本的道理 如果你懂的話 你就知道為什麼 這些人 什麼聯合國出清會 所有的這些 推動推動 就是沒辦法過 國際法理 國際法理 也是跟那個 國內法理一樣啊 你工程款沒付啊 你沒有談判 你沒有做啊 哇 今天把這個問題如果 在某一個會議上 提出來我想 差不多人會把我趕出去 他他會覺得我是無理取鬧 其實就是問題所在欸 所以你什麼事情 做做做 然後 然後我要處理 我要處理 然後 你看最後那個 連那個上海公報 上海公報就是好像 對台灣未來的航道 有做一個 一個安排嘛 好像做一個安排 雖然有一點模糊 雖然有一點不明確 但是有做某一個安排 啊請問有跟你台灣人 商量嗎 沒有 那你就從這個point 你就要發覺 台灣的命運 的操控 不是在 不是在台灣人的手中 這個地方你就是 必須有很大的警惕 為什麼美國可以做這個事情 都不需要跟我們商量欸 這個故事就在這裡 如果你不能揭示這個 那你對台灣的這個 國際的這個論述 就非常不完整 你必須能解釋 為什麼 上海公報可以 美國跟中國 可以這樣談欸 這樣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太不合理吧 OK 我再談個幾分鐘 然後我們再休息 因為等一下說不定 停電吧 我們再 既然有麥克風 我們再用幾分鐘吧 OK 所以 傑西總總 我來台灣以後 我 我連談這樣的事情 連我談事情的角度 我如果去開個會 去這樣講 後來我 我認識林志生 她說開會你不要去 那個什麼 教授協會 什麼那些那些 為什麼 因為你提出來的問題 太深 太一肩見血 他們受不了 我說那他們在談什麼 他說那對你來說 當然就是 風花學院 不關重點 對不對 跟重點一點 關係都沒有 所以其實 你看很多人這個書啊 論連什麼那些 像最近 是教授協會 還有別的會 他們也有一個什麼 也是那個 陳以生在參加的那個 什麼會 他們又有一個 然後又出書啊 台灣的論述啊 種種啊 有時候台灣獨立啊 種種啊 我說這些瘋子 還在講這個話 那你都不用 跟國際社會去協調啊 基本上 國際社會怎麼說 你可以完全 不理他們 為什麼不能做一個論述 跟他比較 有 有連接點 他們都不考慮這個 這些是社會上 大家 大家是那個 敗為大學者 我的天 這個我真的很意外 所以 這個事情 就是在台灣 就是甜甜發生啊 大家在發表 他們可以發表那個 高論 報紙都會登啊 如果談我們的 一些前選的道理 報紙都不登 報紙都不會登 我們就把一些歷史事實 把它講出來 不要停 所以這個讓你了解 一般人的認知 有多少個牛區啊 他們有的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我覺得 這個牽涉到 我們要 我們要怎麼學習 看事情 比較明確 然後 比較有 比較有一套 比較有一套 理念 比較有一套 什麼 所以為什麼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 我們 那個 那個 洋人來到台灣 我們碰到那個 中醫師 他說 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這樣 這個東西可以這樣 我們說 哇 如果你見得可以有這麼好的療效 那 對世界人類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那你有什麼 有什麼資料呢 有做 臨床試驗嗎 大部分就說 沒有啊 我們就是經驗法則 經驗法則沒有做詳細的統計 對不對 這個 這個不同 啊 你看他們可以活在 台灣 中國 他可以活幾百年 他不知道自己整個理念都是偏的 啊 如果他 如果他去研究這些 裡面的東西有什麼好處 什麼好 然後做 收集這個試驗 試驗報告 然後 一個case一個case 那這個 對世界上是一個 偉大的貢獻 啊 結果他都沒有做 欸 這個很奇怪 啊 我們 我們西方人或是美國人 就是做 就看我怎麼做出一個標準程序 然後我開始研究 做出這個程序 後來也研究 欸 答案 答案出來了 那我就知道 OK 使用這個方式 然後下一個人也可以用這樣 所以我曾經 我曾經 我朋友一個美國人 他是來研究那個中藥的 欸 我說 那請問你 你研究中藥 那這個人生 有的人說 有的人說 很有特殊療效 有的人說 沒什麼療效 那到底是怎麼樣 他就回答我一句話 他說 中國的那個書上所說的人生啊 那個人生 是在深山裡面的 是在深山裡面的 段來上 腳道的那裡 已經 已經 不知道多少年長在那裡 那種東西啊 是有他那種療效 不是說我拿一塊田 我種一些人生 然後我在這裡一年兩年後 喔人生 他說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一樣 同一個名字 同一個東西 料效不同 那這樣子 就這樣就有問題 那就不是人生 他是裡面什麼有效成分 西方人會說 有效成分是什麼 他會 把那個藥拿出來 而不是光說 人生 這個就 又是回到 華人那種 模糊 不清楚 西方人都問 有效成分是什麼 所以 台灣第一位一樣 大家講 一大堆 喔 我已經民族 我已經有 總統普選 我已經什麼樣 所以 我已經主權獨立 但是 美國人看 有效成分是哪一個 一個都沒有 這個就很嚴重 我怎麼分析事情 必須這樣考慮 好那我們在休息幾分鐘 然後回來看 有沒有水有沒有電 好 謝謝 起立 立正 今天 休息十分 沒了